老婆胸是不是因為你 造成她的胸 No... 是她天生就胸 所以你還是沒有聽你去 你無緣無故你很好 她就很胸 你無緣無故你跟我講話 我也會對你很胸嗎 你一句神經病啊 你沒事她很胸 我就一句胸 你不是故意說 你要再嫁給你 對啊 今天跟你講話說 我要吃什麼 吃辣便 我會這樣回答嗎 答案就是神經病 這散成這樣 一定是有某個事件 就是啊 有個事件的發生 可能你的情緒 無緣無故她胸 那她幹嘛嫁給你啊 因為表情很討厭你啊 不是 無緣無故我對她胸 你幹嘛跟我結婚啊 對啊 神經病 神經病的男生才太多了 等一下 簡哥 怎麼樣 這個嫂夫人平常對你 你覺得她生... 相敬如賓 就是生活的步調是由誰來操盤 操盤喔 妳這樣講 她就說對是我了 不是啊 是她操盤 沒錯 她帶小孩啊 她去找咖來讓她打麻將 是 她就招牌 是 她就招牌 是 簡哥找她來騎 幫你找牌搭子 還要經過你同意就對了 不是...幫她打 幫她找 對 妳自己打 但妳在外面講的都不一樣耶 就是啊 妳看... 妳可以問一下 我覺得男人常常會這樣子 我在這邊跟全國的觀眾講 很多藝人的男人常常在外面 好像講得好像老婆都很兇 事實上是不盡然的對不對 本來就是這樣 那今天讓妳解釋一下 不可能說是幫她 她常常在麻辣一家親裡面 我聽到的 都是她在找牌咖 服侍妳 讓妳打牌 那個是這樣子 在錄麻辣一家親的時候 因為她在拍戲 她希望她回家的時候 就有一桌麻辣這樣子 所以我要必須先幫她 把她的咖顧好 對不對 那她可能9點 10點 或者12點才收工 誰要等妳這麼晚才打牌 菁姐妳很溫柔啊 怎麼會說妳兇啊 對啊 為什麼大家都說易君兇 我覺得就像剛剛鼎音姐講的 就是說她不是兇 有的時候是在這個個性上面 其實個性比較急 所以有的時候可能會比較大聲 因為急嘛 有的時候急 而且你知道我們家樓中樓 講話本來就是需要很大聲才聽到 最重要是講的 我這種爛藉口你也用啊 我覺得是真的 真的啦 真的是急才大聲 而且怕她年紀大聽不見 你怎麼轉不轉 你剛剛說人家爛藉口 你現在又說真的 其實你說大聲 其實我反而是常常就不說 不說話 這怎麼太好 耶 你們早晚如果不送 就不敢說話 就是不想回答 不爽說 對 不想回答 對 憶君有展現過溫柔的一面嗎 常常你覺得她溫柔是什麼時候 溫柔的時候就是 我把事情都做好的時候 她就覺得很滿意 她把四個咖都找來了 她要準備上手 準備上去摸牌的時候 就開始溫柔 老公不錯喔 然後說你辛苦啦 那我就去打牌囉 不過你比較少在待在家裡 你待在家裡就 對啊 因為我覺得你比較忙 又要組織這個 然後又要拍戲對不對 又要打球 你幾乎是只要沒有工作 你就幾乎人就整天 待在球場裡面 你是不是在逃避 你會想瞭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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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來是要幹什麼 不是 大家聊一聊 我說嫂子會泡茶 或拿拖鞋給你嗎 有啦 也會 拿拖鞋倒不必啦 因為我回來的時候都 他又不是 還要人家拿拖鞋 對啊 日本自己拖鞋就穿了 還要人家拿拖鞋 日本人啊 就是因為拖鞋就放在 連用人都不會拿拖鞋給我 對啊 不要講少了對不對 泡茶會嗎 偶爾會 偶爾 有多偶爾 就他需要喝茶的時候 煮菜呢 是順便就對了 會不會煮菜給你吃 我會 會 如果他肚子餓的時候 他就會下廚 然後炒的時候多炒一點 我們大家一起吃 也都是因為他自己就對了 你是真的假的啦 你不要一直在誣賴他 那你們在家裡 誰做菜的機率比較高 當然是我 不是 我跟你講 我很想 他根本不會做菜耶 你這樣跟人家握手是什麼意思 好像在家裡都是你在做菜 我說他辛苦 我沒有... 嚇我一跳 那你要講去那觀眾會不會耶 我真的覺得現在人是 他那種握手的感覺好像 我在家裡面 從來沒有人做給我吃 對啊 那種感覺對不對 做飯 煮菜 拿拖鞋 泡茶 我覺得諸如此類這些事情 其實 這個根本就是用人可以做的嘛 是 你娶一個老婆回來 是 沒有啦 其實不能這樣講啦 不要再講 娶一個老婆回來的問題 不是 當初你知道我為什麼嫁給他嗎 因為他會做飯給你吃嗎 不是 在跟他談戀愛的時候 你知道人家講什麼話嗎 老婆是娶回來疼的 娶回來愛的 不是娶回來當用人的 對 結果我一直在當用人 真的嗎 純粹就是一部叫小 就把你做的 你知道嗎 對自己老婆講什麼叫小 那你就對我叫小就好了 對 對 那個講編那麼輕鬆 講編怎麼忘了 那是個性的問題 個性 還有年紀 但是我不相信 他現在還沒到 我跟你講他 他在這樣的環境 繼續十年以後 他就跟我會一樣 你講這是什麼話 我十年以後就是現在的你 差不多 可是男生結了婚喔 我們會選擇性的 聽老婆講什麼 但是女孩子有個特色 你有沒有碰過那種家暴的男生 不是 我特色 那他還有什麼選擇 我特色還沒講完 姐哥等一下 特色是什麼 我們男孩子會選擇 對不對 有時候會裝沒聽到 耍賴就賴過 女孩子就是會翻舊帳 這是每一對的特色 翻舊帳 女孩子會翻舊帳的原因 是因為男人很愛偷吃 每偷吃一次 他就每翻一次 那有正常啊 你不做錯事 他就不會一直在翻舊帳 其實你們兩位講的 都不是絕對的 對啊 因為... 都不是絕對的 因為簡哥他的... 他的狀況是比較中庸之道 簡哥走的都是 中庸之道的道理 然後我現在問一下那個益君 你覺得簡哥他會選擇性的 聽你的那個話嗎 有時候會不會裝沒聽到 耍賴的 他是這樣 因為他是雙魚座 雙魚座的特性呢就是 閃 很閃 非常閃 對 他沒有辦法去面對 或者他不想去面對 或者他無法解決什麼 就是閃 閃 能閃到... 能閃就閃 什麼樣的地步 他就會去閃 那你不是氣死 金牛會氣死 那金牛是這樣 金牛是一個面對現實的人 所以金牛座就會試圖 把那隻魚抓出來就是 一定要面對現實 你一定要講清楚 日子時間一直在消失 那沒有絕對的對跟錯 所以就是說 那是個性的使然 你們兩個如果堅持個性的話 那是永無寧日 所以說 所以說你現在又在閃 選擇性的 所以說我也要讓 選擇個性 你現在講的 所以我也要讓 選擇性的 所以我也要去學習 配合他的個性就是 當我知道就是 他在閃的時候 那有的時候我們會 你就不要去碰觸他就好了 對 對 那我們就算了 對 你覺得 你覺得當兩方面 在這個點上面 有觸礁的時候 你就繞過去就好了 選擇性的 選擇性的 聽不到跟 看不見是對的 他的個性夠兇 夠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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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是哪一位啊 他絕對不能說 那你有說過 你怎麼這麼兇 但是我也很兇 我們兩個一吵架是 互不相讓的 我為什麼要讓你呢 我也是一片天啊 我走出去我叫 我叫剪長 他走出去他叫李懿君 對不對 可是他比較年輕 李懿君你是 比較老的剪長 所以 所以我要讓他 所以你要讓他 所以你要讓他 我要讓他 沒錯啊 所以我都在讓他 好 譬如說我今天 我覺得 我覺得敵英兇 可是他兇可能是 因為我惹他 對 對不對 那剪哥你會不會覺得說 你不用忍他 他的個性 不是 我現在是比喻啦 我跟他不是真的這樣子 我跟他不是真的這樣子 他不是真的 我剛才講的 他是一片天的人 對 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老婆兄 是不是因為你造成她的兇 No 是他天生就兇 所以你還是沒有停進去 你無緣無故你很好他就很兇 為什麼 你無緣無故你跟我講話 我也會覺得你很兇嗎 對 但是 你一句正經病啊 你沒事 他很兇 我就很兇 你不是跟你說 你要喘嫁給你嗎 對啊 今天跟你講話說 我愛吃什麼 吃大便 我會這樣會啊 對啊 很精明 散成這樣 一定是有某的事件啊 就是啊 某個事件的發生 可能你的情緒 無緣無故他兇 他幹嘛嫁給你啊 不要這樣很討厭你 不是 無緣無故我跟他兇 你幹嘛跟我結婚啊 對啊 我看是沒有問題啊 神經病的男生實在太多了 真的這樣態度就對了 一直笑 沒有 我喜歡 我比較喜歡一個人 他喜歡被凶 我喜歡一個凶的一個女 因為這樣的話呢 我這樣的話呢 他不必依賴我 是 我很怕 我很怕人家依賴我 黏我 我不喜歡那樣的女孩 我喜歡一個很獨立自主的一個女孩 所以 你喜歡娶一個多功能的老婆 就對了啦 你要這樣形容也可以 應該是這樣子啊 所以從剛剛聊到現在 我們事實已經證明 義軍是兇的 你才是獨立 是獨立 獨立 這樣子是最好的 對